梁太祖朱文病重,他本有七个儿子,不料他竟要将皇位传给杨子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。 感谢了,接下来,年书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,前化两年,九百一十二年,大唐帝国的毁灭者。 梁太祖朱文病重,他本有七个儿子,不料他竟要将皇位传为吉养子,以致亲生儿子反叛是父,朱文被杀。 朱文,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,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,他长大后游手好闲,兴趣爱好,只有使枪弄棒。 二十六岁时,跟随皇朝起义军参战,并因勇猛善战而得到皇朝的赏识和升为大将,皇朝攻下长安后,任命他为铜州防御使,分别进军河中和树守长安东面。 然而,在攻打河中时,他屡次败给唐将王仲荣,之后,王仲荣合为铜州,朱文向皇朝求援,但未得到支援。 此时,他发现形势对皇朝不利,便心生叛变之意,经过思量后,朱文投降了唐朝,并获得了达官后路,成为了唐朝攻打起义军的得力助手,被封为左金吴大将军,并赐名朱泉忠。 朱文的叛变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,导致皇朝起义的失败,同时,也触发了其他将领的效仿,加速了起义军的解体。 皇朝因为长安无粮草,只得撤退,但他的爱将孟凯在攻陈州时战死,皇朝为了复仇,再次进攻陈州。 朱泉忠和李克用联合攻打农民军,最终大败了皇朝。 使他的手下一些将领纷纷投降,导致皇朝兵力衰竭,不得不节节撤退,被追至泰山后,自尽身亡。 在此过程中,朱泉忠表现出极高的能力和勇气,获得唐朝皇帝的赏赐,并开始逐渐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。 他联合其他势力,先后占据了蔡州、徐州、四州等地,控制了中原大部分地区,发展成东方最大的军阀之一。 同时也与其他军阀如李茂珍、沙托人、李克用等产生顶足之势。 尽管农民军被压制下去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新的藩阵割据现象浮现。 使局势更加复杂。 在这个过程中,朱泉忠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,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军阀之一。 在唐昭宗时期,唐朝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,由是大夫与宦官之间的斗争,演变为地方藩镇势力之间的你死我活。 皇帝周围的宦官和藩镇李茂珍勾结,掳走昭宗到凤祥,但是宰相崔印秘密地向朱泉忠传达信息,让他抢回昭宗。 于是,朱泉忠率七万大军包围凤祥,并最终迫使李茂珍叫出皇帝。 此次事件之后,朱泉忠不仅控制了关中的全部土地,还把皇帝掌握在了手中。 回到长安后,昭宗将朱泉忠封为梁王,并授予他功臣的称号,朱泉忠和宰相崔印合作,以皇帝的名义消灭了朝廷内外的宦官,并解除,贬逐了昭宗在凤祥任命的官员。 此外,他还通过逼迫皇帝任命一个年幼的皇室成员为诸导兵马元帅,并让自己担任副元帅的方式,加强了自己在军中的地位。 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,朱泉忠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,监视着皇宫中的一举一动,他与崔印内外勾结,携制天子,独揽朝政。 这样,昭宗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,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。朱泉忠及其党羽遍布朝中,掌控着正式、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权力,他成功地结束了唐代中期以来宦官专权的局面,但也使得唐朝正式更加专权化,削弱了唐朝的统治能力。 然而,朱泉忠和崔印之间出现了分歧,掌管禁卫军的朱友伦在玩耍时不慎身亡,朱泉忠怀疑崔印陷害了他,导致二人的矛盾激化。 尽管崔印表面上与朱泉忠关系亲密,但实际上他正在筹划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。 朱泉忠利用机会让自己的手下士兵伪装成平民前去应征,参加崔印招募的士兵。 这些士兵混入崔印的军营,监视每一个崔印的行动,最终朱泉忠趁机杀掉了崔印极其亲信。 当时一些藩镇意识到挟持天子的巨大利益,以各种名义征讨朱泉忠,朱泉忠利用这件事迫使皇帝遗都洛阳,并破坏了繁华富丽的长安城。 在洛阳,他替换了昭宗身边所有随从,并软禁了他。 昭宗曾用眷照与各地藩镇联系,征讨朱泉忠, 各个藩镇也愤怒于朱泉忠挟持天子。 最终联合起来反抗,朱泉忠想率兵抵御,但又担心昭宗趁机发难,于是杀了他和他的九个儿子。 他还处决和贬斥了朝中的大臣,凶残程度令人发指。 此后,朱泉忠渴望成为皇帝,逼迫又皇帝退位,经过几番假意推辞后, 他于907年称帝建立了后梁朝,自称梁太祖。 他还改名为朱皇,以与唐朝皇帝赐名的朱泉忠划清界限, 同时表示与农民军将领的朱温毫不相干。 前华二年,做了七年皇帝的朱温,身体状况日益恶化, 由于长子称王朱有玉早逝。 他一直位立太子。 朱温意识到自己寿命无多,而其他亲生儿子又不称职, 只有养子伯王朱有玉可能成事,因此,他决定将地位传给朱有玉。 朱温派遣使者将传国玉玺送到朱有玉妻子手中, 以便召回驻守在东都开封的养子伯王朱有玉。 但此事被隐王朱有龟的妻子张氏发现,并向朱有龟告密。 朱温认为朱有隐心,于是下令将他调任为莱州刺史, 为传位给朱有玉来做准备。 朱有龟担心会被刺死,于是决定与韩晴合谋是负, 朱有龟带领自己信任的亲兵。 换上空鹤军式服装,潜入皇宫, 至半夜发动突袭,杀害了朱温。 朱温被杀害后,朱有龟篡夺了地位, 并假造皇帝诏书,宣称杨子伯王朱有文某反病, 被其所杀,他公布假一命制书继承地位, 并令年号为凤历。 但是,朝中人不愿意支持他, 藩王和旧将帅们秘密联合起来对抗他, 朱有珍发动起义,最终成功夺取了地位。 朱有龟被杀后, 原相先邪传国玉玺至东都开封, 朱有珍继承了地位, 并追废朱有龟为庶人, 复承前化三年。 朱温医生经历三次改名。 从农民到军王, 他通过灵活应对敌手, 残酷的治军手段, 狡诈的性格和雄心勃勃的野心, 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, 最终他打下了一片江山。 朱温非常珍惜人才, 急切地寻找那些有才能但没有施展的人, 他会派遣官员到民间去搜寻, 并特别重用这些人才。 对于上表奏章的建议, 朱温也会亲自翻阅并采纳其中有利的意见。 另外, 他还会压制那些权豪横行的现象, 当他的爱将扣眼轻, 因为随从打死一个百姓而受到指责时。 朱温没有因为扣眼轻的功臣身份而庇护他, 严厉惩罚了他。 在生命的最后, 朱温将希望传位及养子的心愿落空, 最终被自己的儿子所篡夺并遭到杀害,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事件, 也反映了正式权力传承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斗争。 从道义角度来看, 朱温希望将地位传给有才能的养子, 体现了他重视人才, 求贤若渴的品质。 但是他在皇位传承方面的决策和处理不当, 导致了后来的政局动荡和悲惨结局。 对此, 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, 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 对此, 请不吝了个赵子带。 对此, 没有双击加关注, 请不吝点赞,